我是丁建宗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好 玩个小游戏给大家看 哦 扑克牌 好 这里呢 有一副非常普通的扑克牌 拿到我的手上 洗牌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有人会这么洗牌 那么也有人呢会这么洗牌 好 这么洗牌 那我还会用一种 比较特别的方法来洗牌 怎么洗呢 就是这么洗 好 洗完牌之后 我想问问大家 有没有看过扑克牌 赌胜的电影里面的扑克牌 一张牌呢 戳到冒烟 就可以变掉 但是我告诉各位那是假的 那是拍电影来的 真正的扑克牌在这里 注意咯 右手没有任何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是什么 黑桃石 好 黑桃石什么叫戳牌呢 就是用我的手在这牌上 天天一戳呢 可以戳成另外一张牌 可能大家还是没有看得很仔细 我做慢一点吧 戳一下 马上又变成另外一张牌 也许大家会说 诶 你的手上是不是有长扑克牌之类的 那我来告诉各位 右手没有任何东西 盖住这张牌 梅花6 注意咯 用我的手呢 在上面轻轻的一戳呢 它可以戳成 黑桃 12 好 可能大家还是没有看得很仔细 我们再做一次慢一点 一副非常普通的牌 一张 黑桃石 OK 拿起这个扇子呢 只要摆在这个位置 注意咯 黑桃石 1 2 3 马上就变成另外一套牌 好 之所以要表演这个魔术给大家看呢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大家要千万注意 跟朋友一起玩牌的时候 不要跟陌生人玩牌 因为有很多人呢 也许懂一点点这一种魔术的技巧 那么 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怎么活 在这里祝大家 身体健康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赛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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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天真 好 好